这个孩子 到底是啥时候怀上他 你 你问这干啥 咱这孩子不足悦啊 咱婚前就睡过了 提前怀的呗 结婚前啥时候 早就忘了日子 这咋能忘呢 我记得最轻了 咱第一次 是去年的年根底下 咱卖地里咱就 卖地里没干那事 白手指都算过了 你怀这个孩子 最多也就七个月啊 咋会生下个八斤坐中的孩子呢 你和我说实话 你和我说实话 说呀 你说你爱我 你原来都在骗我 不 不 我真的是爱你的 我心里只有你 你要真爱我 你就跟我说实话 是个孩子 是 是咱俩的猫 好 你就别再问了 你就别再问了 你连这话都不敢讲 你这叫爱我吗 说呀 说呀 王梁 你今天 非逼我说实话吗 我要听实话 我从来不求人 我从来不求人 今天 我就求你一次 看在孩子的份上 你就不要问了 好吗 谢他不能问 当丈夫的这种事 能叫浑水吗 啊 你把手放开 你把手放开 你不容我满 只能动开天窗 说亮话了 这孩子 不是你的 这是实情 是谁的 告诉我 你就别再问了 我要问 我必须知道 我说出来 你不准对他胡来 你不准对他胡来 你至终对我下狠手 我认了 你说 说 是孩子的 我让你闭着我 你问你 你问你姐夫 我 你问你姐夫 不是我跟她 孩子都给她生下来 你还说啥呀 是她把我给遭大了 你不是问说他能干这事吗 我当时是还也不知道 干那种缺带事你还不知道 你死了你 我 我喝醉了 你这个黄大王八蛋 她 她是这样的花心 拉着她的对自己的 我椅子下刀子 我就宰了她 黄霖 黄霖 你刚才答应过我 不能对她下狠手 不然我姐和东东就活不了了 我孩子也没活路了 你和她坏了孩子 你咋还要和我结婚呢 我喜欢你 我是真心爱你吗 和一次干那事 我根本不知道 我喝醉了 我求求你 你就原谅我吧 你让我在别人的家里 还不见到我 我没法子 都是为了我姐 我才没对孩子下狠手的 你就舍了自己 害了害我 你 我怎么会害你 我真的不想想你 我也没法子 你就原谅我吧 我求求你 你爹 我ierra外 comput 我爹 你爹知道吗 我 我 我 他们都闷在葫芦里 啥也不知道 我不能告诉我姐 她不经事 会心死的 我爹身体也不好 只能我自个儿 多苦甚呀 王良 我求求你了 你就原谅我吧 我一定跟你好好过日子 这日子没法过了 王良 我会好好带你的 梁啊 吃了没有 吃过了 这咋念了吧 几点 有事啊 那有啥事 误气说 走 这孩子 今儿怎么来了这是 梁 梁子过来了 那那 坐坐坐 出啥事了 跟干妈道不道过 出 出啥事 那大胖小都有了 还 还出啥事 干妈 干爹 我对不起你们 这叫啥话呀 你哪嘎对不起俺们了 我 我要和如华离婚了 你知道这孩子 这 这无理的啥呀 这都是 我和如华离婚 准备回老黄村 嗯 亲的爹 嗯 你听醒了 那王良要跟如华离婚了 那你 你 你是说着 说着玩的吧 是真的 这 他可是才跟你生个壮实的儿子 这世子过得啊 红红火火的 啊 咱说离就离了 那 那 那是 是啊 干妈 你过去曾告诉我 要做个真心的人 我牢记在心里不会忘的 不是我忍心要抛弃他们母子俩 你 我要回老黄村 如华不肯和我一块追走 那过去 也没听说你结婚以后 要回什么老黄村呢 那咋突然有这打算了 到底出了啥事 你实话告诉干妈 干妈为你做主 干妈 你就别问了 反正你儿子 不会做伤天害人的事 为了如华 为了孩子 为了他姐和他爹 我求求你们了 你们就成全你儿子 让我和如华离婚吧 离婚后 我马上就回老黄村 我爹也上了岁数了 老黄村 现在也能养活人了 就 就这么贴了心了 贴了心了 干妈 干爹 你们的儿子 这一辈子也忘不了 这两年 你们对我的恩情 对我的好 我也忘不了小秦 对我的一片真心 你一定要离婚要走吧 我也拦不住你 草原上的麻 是不能用绳索拴住的 可是 你的实话告诉干嘛 钟波 干嘛 我对着你给我的那么短刀起誓 你儿子 你儿子 绝对是个有真心的汉子 草原上的雄鹰 不违背誓言 我跟如华离婚 绝没有做对不起她母子俩的事 你们就相信我吧 干嘛相信你是个好儿子 可是干嘛不能就让你这么稀了糊涂地走啊 梁啊 这婚姻上的大事 可不是儿戏啊 你可要好好地考虑考虑啊 那是啊 你跟月香的婚事啊就很不幸了 你刚从这不幸的事里走出来 成了家有了儿子 大家伙都替你高兴 你是你咋就 那如华呀是我们看着长大的 她是个好闺女 也一定是个好媳妇 她不会对你有二心的 你们俩到底咋的了 啊 如花同意了 她不反对 孩子你带走 留给她 你就舍得